最近一段时间春晚可以说是所有粉丝们所关注的话题 都想知道自己的爱豆是否能登上春晚的舞台 12月29日有网友陆透德云社孟贺堂周九良参加辽宁春晚的视频 视频中孟贺堂周九良与杨蔡国庆一起担任主持工作 不少网友表示辽宁春晚真是给力 让孟贺堂周九良同台为大家主持真是用心了 据现场的观众透露孟贺堂和周九良还有一段即兴的相声表演 据说是最新创作的节目 不得不让大家期待 今年的春晚德云社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如今可以确定的是岳云鹏将参加河南春晚 孟贺堂周九良参加辽宁春晚 还有天津卫视德云社的相声春晚 可以说各个卫视的春晚都有德云社演员的身影 再加上秦潇贤跟湖南卫视的紧密合作关系 也有可能参加湖南卫视春晚的录制 今年的德云社可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自从2022年以来 德云社可以说是负面消息不断 无论是张九南离婚事件 还是陈潇华事件 再加上王九龙事件 将德云社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然最令人无语的 还是岳云鹏被造谣进去了 几句话就让一个有着良好口碑和观众缘的相声艺人 陷入到舆论风暴中 最后岳云鹏无奈发文才平息 此事 今年一年德云社的娱乐新闻怕事 比过去几年加起来都多 作为唯一一队带着搭档上春晚的德云社演员 这也让网友们更加期待孟赫堂周九良的春晚表现 如今孟赫堂和周九良已经合作13个年头 在德云社的演员中 孟赫堂的发展也是最全面正规的 也是成为季月云鹏之后最有潜力的老星 自从孟赫堂周九良经过相声有心人那当事之后 孟赫堂周九良的事业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知道是否得到了师父的耳提面命 到了喜剧人的时候明显更加圆融 更加通透 明眼人一看便知 真正有能耐的人 打落门牙往下吞 拿成绩说话 孟赫堂周九良也做到了这一点 今年一年的时间 孟赫堂就参加了好几档综艺 无论是开播情景喜剧 还是冠军对冠军 孟赫堂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今年天津德云社周年庆演出 中国德纲跟孟赫堂一起演出了八马卦 要知道孟赫堂早已经不再需要用八马卦来提升自己的名气了 跟师父演八马卦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愿望 孟赫堂如今的成绩也算是得到了师父的认可 要说德云社如今除了月云棚外 孟赫堂可以说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位了 相信以后的孟赫堂一定会成为德云社的另一块金字招牌 成为郭德纲的左膀右臂 虽然不知道以后会有哪个徒弟来扛德云社这感大棋 但要说郭德纲将自己的一波分成好几份 孟赫堂绝对能占一份 而且是一大份 也希望孟赫堂不辜负师父郭德纲的期望 用自己所学的记忆带给大家欢乐 努力成为德云社的金字招牌的其中一块 将德云社发扬光大 请不吝点赞订阅